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取自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档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斯部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喜 我也给四七法家施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喜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各位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 要等候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恳求圣灵 应行在我们当中 感动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 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下 使我们所行的 都能喝你的心意 蒙你的烟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救度宝贵圣明而求的 阿们 阿们 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来分享 哥林多前书 所以在今天 我会一系列的分享 哥林多前书 这件书 所以今天我们来 看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十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十到十七节 教会是有爱的地方 是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 很可惜人是不完全的 往往我们带来很多的 许多的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做了许多破坏性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撕裂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纷争的痛苦 因为他会带给我们 人类极度的不安和害怕 会使到我们感到不安 使到我们大家 人心都觉得感受到 很不舒服很不安 我们大家 我们人心都恪求和谐 我们不希望困乱 我们客求能够的团结和一 我们不希望分裂 我们客求平安 不愿意在一种的动弹不安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要解释 他们第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教会分裂的问题 所以解决的方法 并不单止冲突处理的方法 更是要以福音的真理 以福音的大人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价值观的重整 改变我们的生命 哥林多前书是一本 如何以福音 就是以神的话 来改变我们生活 面对的问题的书签 是改变我们生命 面对的问题的书签 福音不是单单只是 去天堂的门票 更是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 改变我们今天的生命 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的 基本的真理 所以哥林多教会 是凡事都富足的 他们口才都很好 圣经说 信徒口才知识他们全辈 所以他们的恩赐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的 样样都好的 但是他们是有一些错误的 一种的生活的一个 所谓言则和事奉的态度 他们分担 他们分派 更是惹出许多一种的纷争来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第一个问题 是一个分裂 所以分担分派 没有同心合一的见证 如果我们熟悉哥林多前书这件书 哥林多前书教会是一间问题多多的教会 所以第一章是一个合一的问题 然后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 有乱伦的淫乱的问题 所以还有输送的问题 就是打官司的问题 还有守独身 嫁和娶的问题 还有拜博偶像的食物的问题 还有女子蒙头的问题 恩赐的使用的问题 还有守主餐的礼仪 还有是否有复活的问题 所以各位这种种的问题 这种的情况必定会让主耶稣基督他三心难过 所以也会使到弟兄姐妹 他们很灰心的会退后的 更是叫那些新朋友 可以说从前面进 却往后门就溜走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分享 我的讲题是 同属基督同心合一 同属基督同心合一 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一到第十节到十七节 一章第十节到十七节 对同属基督同心合一 所以首先我们要在心智上要相同合一 我们要在心智上要相同合一 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 保罗一开始就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 弟兄们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担 只要一心一意的 彼此的相合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的相合 在这段经文看来 哥林多教会面临的 教会当中分裂的问题 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能合一 所以就是不能同心 所以因此保罗向他们谈论合一 谈同心 所以一方面就是很消极的 劝他们不可以分担 另外一方面很积极的 劝他们要修复建立彼此的关系 要和好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新一本的圣经这样说 新一本的圣经说 弟兄们 我凭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大家要同心 在你们中间不要分担 只要在同一的心思 同一的意念上团结 就是联合起来 所以同一的意念要团结 联合起来 所以要在同一的心思 同一的意念团结起来 联合起来 是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只要是很像 大家都不要有不同的声音 然后意见都一样就合一 就是同心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 教会能够的合一 能够同心 但是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的分裂 我相信没有人想要故意制造纷争 制造教会分裂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来团结 没有办法来联合 没有办法合一 保罗面对着 那么实际的产生分裂的教会 难道只是教他们都一样 所以我想我们要了解保罗写格林多前书的情况 保罗在写格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因为这消息是从哥赖斯家里的人 在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里的人有一天就去找保罗 他们找到保罗就跟保罗说保罗牧师我跟你说 我们教会究竟有很多问题 有一些人就是吵架 所以有人开始要分担了 另外有些人在生活上就有那种的淫乱 所以整个教会乱七八糟 保罗就想OK 好 我要写一封信去给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于是他就写了格林多前书 所以保罗是针对格林多教会的处境来做教导 是这一个很实际的一种的教导 而这个教导不只是针对格林多教会的情况 也同时也同样的也是在教导现在现代的教会 也是在教导我们 所以这段经文提到格林多的教会有纷争 有解答 不能同心合一的问题 所以可是保罗说这些都是只是一种的表面的现象 根本的问题是他们骄傲 他们自高自大 他们自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分胆的意思 是指信徒之间意见能够看到就是分歧 像是一块石头出现了裂痕 或是说一件衣服被撕裂过一种的痕迹 格林多教会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机 像一个被撕裂的鱼的网 所以鱼网被撕裂了就会漏洞 让鱼儿有机会流走 所以同样的教会的领袖同工 若意见有分歧 即的话 教会的领袖同工若不能同心的话 也同样会造成漏洞 让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流走 因此保罗他就鼓励他们要彼此的相合 所以相合是有一种的补挽挽回 有一种的成全的一个意思 就是要团结一起 将那个网修补好 然后回复原有的一种的功能 所以保罗是以很亲切的口文来称呼 来劝告他们 所以提醒他们要说一样的话 就是要劝告他们要团结 要上下一心 所以保罗劝他们要放下个人的诊件 以其他的人合作 对于同心的去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保罗所关心的事情 就是哥林多的信徒不可以分担 所以其实接下来几章经文里面 也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是一个多多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 而到底哥林多教会问题在哪里 所以特别在十二节就开始 写着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我是属于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所以保罗很直接指出他们分成不同的党派 要是借助那种的靠拢 霸解那些领袖 借助他们的身份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还有处事的一种的方法 所以哥林多的信徒 将自己与教会有名闻的领袖 扯善的关系 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所以有属保罗的 有属亚伯罗的 有属基法就是彼得 有甚至属基督的 所以属基督的 是可能有些信徒 因为深感不应该分担 结派 排斥别人 所以因此他们就很独特的 他们强调自己只是属基督 不属任何领袖 那表达内心的不满 所以也可能是保罗他心中的一种的感叹 而说自己是属基督的 而保罗是劝哥林多的信徒 不应该说自己是属于某某领袖的 因为保罗这样说 他保罗 亚伯罗 基法就是彼得 虽然是教会的领袖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是个普通人 而基督乃是弥赛亚 是神的恶死 所以将他们很像困为一谈的话 几乎是不合以不对的做法 而且这些教会的领袖 保罗 亚伯罗 基法 他们三个人彼此之间 完全也没有一见不合 他们是完全是很无辜的 是被这些信徒摆上 站台而已 就是被这些信徒拉上去而已 所以柯林多的教会的传道人相当多 所以许多有名的传道人都在这个教会服侍过 所以他们想借着这些有名望的 所谓传道人要凸显他们自己的地位 比如说有人说我是跟保罗牧师的 因为保罗牧师他是我们教会的第一届的主任牧师 所以这教会是他建造的 他是开山也老 所以你们几个算是老几呢 所以有一群人也跟着亚伯罗的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亚伯罗会很会讲道 很会教导圣经 所以这些人就可能就说 所以亚伯罗他所有的解经课程我都散过了 所以我对圣经的一种认识比你们每个人都强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 另外还有一组人就这样说 保罗 亚伯罗算什么 我是跟基法 就是我跟彼得的 他是耶稣基督得利的大弟子 所以耶稣他所传授的 他各样的武功的秘诀 我全部都得到的 你们算什么 而那些后来加入这个教会的人 他们没有跟过彼得 没有跟过保罗 也没有跟见过亚伯罗 对他们说 你们都是跟从人的教导 而我们是直接跟随耶稣基督的 是属于基督的 是很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宝血面前领受那种的取势 所以我们讲的是最正确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就一针的卷血的指出 他们之所以能够戒胆纷争 不能合一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他们很骄傲 他们自高 他们自大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骄傲呢 为什么他们会自高自大呢 这样要从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来了解 哥林多这个城市 是受到希腊文化的一种的影响很深 希腊文化很重视表现 民生荣誉 知识口才 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外班人信了耶稣以后 他们领受了圣灵给他们各种的恩赐 就爱那么表现了 所以后来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有恩赐 这样比不出所以来 所以比不出一种的分别 所以他们干脆就把这些所谓的大传道 大牧师拉进来 要凸显自己比别人更了不起 也就是说 若是自己的表现 可以赢过别人的话 他们就很想要跟人家来比 若是比不上别人的话 就把这些传道很有名望的牧师拉进来 他们开始分担 分派 解胆 他们很像世人那样追捧的明星一样 刘德华 周杰伦 将自己所敬仰的一种的领袖扯上过去 这次接着这样的肯定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们的解胆的目的是要凸显自己 高抬自己的身价 所以骄傲 自大 自夸的本性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撒旦来的 撒旦的本性当中就是很自高 自大 所以当一个人就是他骄傲 自大的时候 他里面最胜出的是没有那个安全感 一个人害怕 自高自大的人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圈 都要凸显出来 如果觉得自己不够 他们就去抓 他们去抢 去妒忌 去纷争 戒胆等等问题 一个一个的跑出来 所以其实无论是保罗也好 也好波罗基法也好 所以他们跟这些纷争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人以他们的名字 自称一派 因为我们从第三章里面来看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 保罗其实跟亚伯罗之间是有很好的关系 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工 可以在一起服侍的 所以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一见不合的 所以因此在第三章的时候 保罗就拿自己跟亚伯罗来对一个对照 所以他们的角色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神的仆人 所以不能够借着 以此就是来分担分派的 所以从保罗这样的说法 就让我们了解 他期待格林多教会不应该分担分派 不应该以某个有名望的人为自夸 而要在心之上 彼此相同而已 所以我想在教会 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人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所以有些人是有一种病 什么病呢 是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大哥大 或者是说大姐大的病 教会的大哥大 或是大姐大的病 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为教会付出了许多 他给予许多 所以在教会他们做得很辛苦 他们付出很多 他们很爱你 对待你很好 但是一旦你不成气的时候 一旦你不顺他的意思去做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生气 他们心里就会很不舒服的 很不平衡的 会对你有许多的不满 因为你不同意他们的那个做法 所以慢慢这些所谓的大哥大 或是大姐大的一种的灵性里面 所以慢慢他们有一种的苦毒 一种的满烟 而慢慢就慢慢的冷淡 慢慢就会失去起初的爱心 所以如果你有大哥大 或是大姐大的病 我奉劝你 你一定要回来上帝的身边 如何的重新得到神的医治 生命得到释放 所以不然你的所谓的苦毒 你所谓的埋怨 你的伤害 有可能你会造成教会的分裂 所以教会如果发生分裂 分担分派 根本就失去一种的见证 不能同心合一 所以就无法相爱 等你一盘散沙 能够的相爱的人 才愿意放下坚持 同时同心来寻求主的心意 这不是说我们 从此大家意见或是想法都完全一样 不会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看法 总是有一些差异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聆听别人的看法 我们大家能够的聆听神的心意 倦倦我们越来越能放下个人的坚持 而让主的心意 得以落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所以愿神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就要培养起 在心智上要相同合一 所以除了在心智上要相同合一之外 我们也要在服事上要分工合一 我们要在服事上要分工合一 所以在13到17节我们可以看到的 13节他说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三个连续的问句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答案一定是否钉的 首先保罗问他们 基督是分开的吗 所以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要针对自称属基督的人 难道基督是可以被分开来担当给他们吗 其他人就不是属基督的吗 所以接下来保罗以自己的名字问他们 保罗为你们钉了指甲吗 所以一定是针对那些自称属保罗的人来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保罗根本不是他们的救主 所以保罗所传的是被钉石加上耶稣基督 而不是传自己的名 第三个问题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 所以这里谈到受洗的一个问题 在当时或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认为我是被某位有名的使徒或是有名的牧师 来施行洗礼的时候 是无伤的一种的关容 并且一直来夸口的 而现在保罗就在十四节跟十六节这样说 我感谢神除了基督师不拼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 没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来受洗 我也给司提反加施洗过 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 所以我却记不得 所以保罗在这段所要说明的是 他对于给谁施洗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说你洗礼不重要 而是他为谁来施洗不是那么重要 被他施洗的人也不应该 所以因此要高抬保罗的名字 所以保罗自己也不会 因为曾经为某个人得万高中的牧师 为他施洗就战争施洗的 而可以自夸的 所以因此他在这里紧紧列出 几位曾经在哥林多家卫施洗过的名字 所以语气之中几乎不太记得为谁来施洗的 可见他并不是他最看重的 所以其他人也不应该看重谁为他来施洗 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 最重要的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 所以过一个分别为胜的生活 这才是重要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 并不是说实力不重要 而是他个人的蒙召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 所以他个人的蒙召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说 基督拆遣我 也不是为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原理 免得基督在十字架上落了空 所以传福音对保罗是个责任 因为在罗马书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欠了福音的债 所以他要去还债 所以而对他来说 传福音是无可取代的私奉 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明了 神给他的使命 神给他的恩赐 而若其他人有教导的恩赐可以去教讨 若其他人有服事的恩赐可以去服事 让整个教会在正道上能够成长 如果能够认清这一点 就不会所谓有分胆分派 是属于谁的一些问题 因为在整个教会都归属耶稣基督 所以在基督里面 何而为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期待 所以举个例子 我们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很不一样的是 我们就以诗班来说 所以诗班人就会知道的 歌不唱的一种都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要去听别人怎么样唱 有些时候他们要等别人 有些时候要跟上别人 所以有些时候不能太大声的 有些时候要一起唱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配合别人的速度还有音量 这是因为歌不唱的一种的不一样 让同样的一首诗歌更好听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诗班就是一个团队的在现实当中 就很像教会是属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 要向历史历代的见证耶稣基督 要怎样的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需要在诗风上有份的分工合作 才能有力量的将福音来传开 才有力量将福音传开 所以我们都知道的 合一并不是所谓的统一 如果我们都相同就不需谈合一 但是是因为我们不同 所以我们需要合一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一种的家庭背景 不同的成长的环境 不同的教育程度 我们有不同的一种的思考习惯 甚至有不同的神学的一种的背景 它是在我们所有的不同 都会合在同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要传扬的福音 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要去传扬 所以可以这样说 上帝要透过基督的十字架 使我们彼此之间合得来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 所以我们就要勇于将福音来传开 而我们要问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合而为一 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 一样东西来抵打神 那件东西就是很自我 就是很自我 所以如果我们不消灭我 这个教会若是有一百人两百人 就是有两百个我 有一百个我 所以问题就多了 若要同心合一 就要先消灭这个我 把我们这个我忘记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只是想到神的爱 就让神的爱来充满着我们 融化我们 如果来了一个我 变多了一个我 所以教会里面事情更会严重 所以能够来一个我神 所以十个百个我的时候 我们能够来融化为一个 教会就能够同心合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愿意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 圣经说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 就在我们心灵里面 所以你我都是主你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基础上呢 在神的家庭中 我们要合一 所以作为结论 在从今天 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保罗的苦心 他劝哥林多教会 他们要同心合一 不可以分担 因为他们都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并不是从保罗 亚伯罗或是彼得的救赎 另外 保罗也劝他们要明白 在服事上分工要合一的重要 所以因为每个人都是从神 领受不同的恩赐和护照 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 我们要服事 所以保罗他领受了 向外帮人重复印的使命 不如他很为教导 彼得他是使徒的领袖 所以可能他们在当地的长老 都为弟兄姐妹施洗过洗礼过 所以哥林多教会 如果能够在心智上 能够相同合一的话 也能够在服事上能够分工 能够合一 不但不会分胆分争 还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达成真正的同心合一 所以这是每个教会应该努力的放下 当然也是我们教会所要学习的 所以因为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心合一 因为我们都是同属基督耶稣的 我们一起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也引导 带领就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心智上相合 在事奉上分工能够合一的 以及达成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显出神而你的见证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